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好久不见 这段时间为什么没有更新呢 虽然后台也是有朋友说 好久没见到我了 没出视频了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 我们团队接了几个电视剧的配乐 还有一些主题曲的制作 还有一些小的小活 我们的记录是大概10天 做了20多首歌 可想要这个歌是什么质量 就是为别人做的 因为他们要的就是模式化的一些东西 也没办法为了生存 然后还有一点 也不是说一点时间都没有来更新视频 主要是 做完了那一套以后 我也不知道 做什么视频了 那个威物斯上手教程 然后我们发到这个B站上来 后来被举报 全线下架 然后我们陆陆续续的在别的平台上面去发了 发完了就是如果有朋友想要看了一个 威物斯效果器的一整套100级的上手教程的话 可以去同名的其他平台 比如说头条腾讯 优酷我不知道他们上传没上传 我不太确定 然后抖音上面都有 但是都不全 就偶尔都会被举报一下 说是侵权 然后会下架几个 但是不像这个B站这边大规模的全部下架 一级不留 这个有点惨 然后呢 就是所以对我这个感觉这个辛苦付出 这个努力 就有点泄气 我也没那么大的积极性了 主要是大概一个这个样子 但是B站还是我的主战场 所有的视频的话还会首先选择在B站发布 毕竟B站的朋友比较多一些 我不可能放着这么多的朋友不顾 去别的平台上面去做 然后后来我就想了一想 我说做什么视频呢 跟音乐相关的 我觉得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些音源的问题 除了一些混音的技术以外 然后就是一些音源的问题 问我做音乐 用哪些音源 比较好奇 然后我就想 正好这段时间我在这个学习这个FL Studio 我觉得这个软件还是比较好玩的 比较有趣的 我也把之前手头的这些音源 一个一个的往里面装 我就装一个 我就给大家讲一个 但是有一些次序 比如说今天要讲的是一个鼓 主要是先以这个四大键 吉他贝斯鼓键盘 这四大键来说 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个鼓 是我最常用的 编曲最常用的这个鼓 叫Activity Drums 2 简称就是ADD鼓 这套鼓呢 很多朋友都有 但是我看见一些朋友 他用的不是那么的 怎么说不能说不正确吧 就是没有发挥这个鼓的最大的一个优势 其实在我们这个做音乐的时候 这个鼓啊 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乐器 不论是这个录音也好 无论是这个演奏也好 都是非常困难 有一些歌 甚至现在我们百分之八九十的歌的鼓 基本上都是用MIDI去做 总的说来呢 就是MIDI的鼓啊 它没有那么多的人性化 就是可能大部分人都同意这个观点 但是 你只要稍加调整 合理利用的话 也不会听得那么死板 所以ADD鼓的话 是我用的比较常用的 然后第二个比较用的 用的多的就是SuperDrammer 今天我们就来讲ADD鼓 怎么去正确的使用ADD鼓 让一个不会打鼓的编曲人 能够编出比较漂亮的这个鼓 首先你要有一个ADD鼓 ADD鼓呢 它如果你是安装了这个一个版本以后啊 它不会像我这样有这么全啊 虽然我这个这个鼓的这个套装啊 也不是那么多 但是呢 基本上流行音乐的风格啊 都够用了 甚至有一些电子音乐的风格也都够用了 你打开这个音源以后呢 你先选一个这个鼓的这个预制 你先选 你先不用管 你去听 比如说我就觉得 这个歌 这个鼓比较符合我的歌 选预制 一个是你选这个鼓的样式 这边可以打开啊 都可以选 这边可以按名称 可以按这个 这个 这个你装的这些套装嘛 这些扩展包啊 去分啊 这些这些东西 但是正常的我们还是喜欢在这个有个界面的这种感觉啊 能够看到这个鼓大概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这个 这个设计 一看就是摇滚音乐啊 比较用的多的啊 我们选一个这个 然后我们在这个当中啊 选一些预制 假设我们就觉得这个鼓就是基本符合我们的一个对我们某首歌的一个要求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调 这个上面是麦克风 五支麦克风 真正录鼓的话肯定是不止五支的 但是呢 我在这个软件当中 音源当中呢 它体现的就是五支 一个是底鼓 一个军鼓啊 一个是high hat 这个上面的 还有一个是overhead 那就会掉的 这个如果在现场你就会看到 如果你路过鼓的话 你就会知道在最顶上啊 掉一支麦克风啊 主要是这几个产片的声音啊 high hat呢 主要是这个彩产这一块儿 room呢 就是有一个麦克风呢 是识这个整体的这个呃 房间里的这个鼓的这个混响声啊 大概就是这样啊 如果你准备后期风轨倒出的话啊 你可以把room给关掉啊 因为你room的话 你后来你自己加混响啊 自己加什么 这样会比较干净一些啊 但是我不建议把自己全部关掉啊 把这些东西全部关掉啊 然后是稍微调一点啊 我们听一下啊 给的一个loop 我们随便找一个吧 找一个预置啊 driver啊 就是干温响的 就是没什么温响的 我们听一下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去调节这些麦克风的音量大小 当你调节好以后呢 这个kick里面啊 可以点到这个kick这个这个栏当中 你可以分别的去替换一些鼓啊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 军鼓啊 比较散一些 不够紧啊 我可以选一个其他的鼓看看 够不够紧 不够 我觉得这个鼓比较紧一些啊 比较紧一些啊 然后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 OK 这就是基本上啊 我们这个鼓啊 就音色方面啊 就调好了 当然你也可以在FX里面啊 去做一些混响啊 岩石啊 这些细节方面的 EQ方面的一些调节啊 如果你是要分轨出来 最后来导 来导出啊 然后是在软件里面 你自己去人工去调的话啊 你就把这些灯啊 全部灭掉啊 我们不用他自己 给我们的这些东西 我们什么都用 把这些混响啊 把这些东西全关掉 我们不管 我们就要干身 我们听听干身是什么样子 这个ADD鼓啊 方便就方便 在这样子的话 你调节就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方便 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在做这个鼓的时候 我们还是像这些 真录鼓的那种感觉一样 我们会把这些鼓的这些麦克风啊 就是分轨导出来 这是一个很多朋友啊 不太清楚啊 怎么去ADD鼓 怎么分轨去导到这个调音台当中 因为其他的这个软件啊 就相对来说比较方便 这个FL Studio啊 我还找了半天 因为对这个软件 我不是那么那么的熟悉 后来我发现啊 应该是这样子的啊 首先你要点开这个 我看看在哪里啊 找不到的嘛 在这个Setting上面有个Processing Processing 然后呢 你可以手动的 我们正常的就是Automap Outputs 这样子的话 它就会把这个鼓啊 这个各个部件啊 发送到 你的调音台当中 然后你的调音台是什么 比如说你的Must 这个轨啊 你这个调音台 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假设啊 放到第10轨当中 第10轨当中 那么我们的Kick呢 就在第11轨啊 我们的Slay 就是军鼓呢 是在第12轨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调音台 我们先回到这边打一下啊 打一下 我们看一下调音台 这个Send 对 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调完这个以后啊 还要在FX里面啊 把这些东西啊 你要发送到调音台 你要把这些通道 全部发送到调音台 Overhead呢 你也可以发送一下 Room呢 也可以发送一下 Bus呢 这个轨呢 就不用发送了 它是其实它 比如说你看它上面 点这个Sends的这些轨道啊 它就等于就是说 把这些Sends呢 全部发送到Bus轨了 如果你的Bus轨啊 再发送到这个调音台 那你这个声音就会 呃 变大了啊 等于有两 两组这个鼓了 我们可以 现在可以看一下啊 基本上应该能够发送过来了啊 这个驰轨呢 就是Master 这个轨道的 我们把它灭掉 这样子 把所有的轨道啊 我们就分开了 这个时候 无论你是自己去 在这个 通过这个 内置的这个调音台呢 这个鼓的这个ADD鼓里面 内置调音台去调整 它的这个音量呢 这个声像呢 还是加一些简单的一些效果器啊 加一些简单的效果器呢 嗯 或者你还是可以通过这个软件把它分轨全部倒到 倒出来 然后我们在后期的回音啊 这样子都可以 啊 这个鼓啊 对很多人来说的话 就是一些编曲人来说的话 真的就是 呃 怎么调怎么弄 可能是后面的事 就是就是当下的事啊 就是啊 怎么打出来 打得好听 打得像真人打的 这除非 呃 这如果你有一个鼓机啊 比如说我现在手边有一个鼓机啊 你可以 如果你的手啊 不是那么的没有训练过这些打这个鼓的话 你可以第一轨你可以慢慢录进去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呃录一个均鼓啊 录一个均鼓啊 everything ok 然后空格 啊 录个底鼓 好 假设我们就录 录完了 然后我们的底鼓就录好了 啊 录下面了 啊 这录得有点乱七八糟啊 啊 因为我是一个手在拿着这个话筒 啊 在录音啊 录这个讲话 你一个手在控制着这些东西啊 就是不是那么的方便 还有弄鼓标啊 然后呢 如果你哎 这个底鼓打好了 你再按照刚才的方式 把筋鼓给录进去啊 一轨一轨的录进去啊 这是一个 嗯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 呃 但很多朋友说哎 我用鼓标点啊 点 呃 能不能行 啊 鼓标点当然可以啊 但是鼓标点的话就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 太斯板啊 这个 除非你做电子音乐啊 正常的这些流行音乐当中的这种架子鼓的话 如果你用鼓标去点的话 点出来的话 我觉得这套鼓太准了 这个鼓非常非常准 军鼓也准 通通鼓也准啊 什么都很准的话 我觉得这个鼓录出来的话就废了 嗯 那么怎么办啊 你可以人工的去调一些这些时间差出来啊 听得更加像一些 呃 像这个水果当中有一个功能吧 但是我还我忘了在哪了 因为我就是可以啊批量的设置一些这个错位的这个功能 啊 在这个里面吧 啊 啊 那我们不讲这个了啊 不讲水果这个东西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但最好的呢 我觉得啊 大家还是可以 如果你真的不会打鼓啊 你可以用它的这个这个这个MIDI啊 是非常好的啊 这些东西的话 我觉得可以帮助很多很多啊 不会打鼓的朋友啊 去编曲啊 去怎么去制作歌曲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beats啊 点开这个beats 然后里面呢 分了很多种啊 nibrary啊 也可以你的这个 各种各样的这个 这个这个扩展包里面的MIDI 还有一些就是 catalog目录啊 目录是什么呢 就是目录分类啊 就是这种按照这个风格啊 去划分 还是比较多的 然后呢 就是这个 按照这个速度 很多人用这个预制的这个MIDI这个文件啊 就是觉得不太符合我的歌 主要就是因为你的速度匹配的不是太好啊 如果你的歌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这边是140的速度啊 那你在这个里面找这个MIDI的这个速度 鼓的速度的话 一般呢就在140左右 最高不能超过160啊 最低不能超过 不能低于120啊 大概在这个范围之内去选啊 就比较契合 那最好是如果有140的速度的 那那是最好的 然后呢 先把速度定好 你看这个上面就是就说了啊 正负10个PPM 跟这个我们的速度的速度啊 我们扩大范围一点啊 正负20个 然后我们这边再选一个 比如说是一个Fork Rock 没有 然后 pop呢 那pop有 就有这么多啊 基本上够用了 然后他还有分类啊 有bridge段落 歌曲段落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 inter啊 就是歌门啊 前奏啊 我看看他怎么打的 我们听一下 我们觉得还不错 怎么去用到你的 这个 加载到这个速度软件里面 让速度软件能够来出 能够掉出来呢 你要记住啊 不管是任何一个速度啊 水果也好 还是其他的一些软件也好 都一样啊 点住你要的这个MIDI这个文件啊 你要的这个样式 在这边点啊 不是在这边点啊 点住左键 拖 拖到 拖进去 然后 哎 他就进来了 进来了以后呢 你可以根据你的歌 做一些微调 做一些微调 你看他这些东西都不是特别齐啊 我尽量的流行歌曲的话 不要做 这个量化 量化的话 本来人家打的挺好的 他给你音量化的话就觉得特别傻 特别笨的 这样子的话 哎当我们把这些东西你如果你觉得啊 这边打的有点重啊 或者我想在这边加一个其他音色的一个鼓进来啊 就可以这样子去做 这样子的话啊 一套鼓的话基本上就可以满足一般的歌曲去使用了 今天呢 呃 就和大家去聊一下这个叫做 ADD鼓的这个 这个东西啊 这个音源 后期呢 我会把我经常用的一些鼓的音源 就是 和这个去分享一下嘛 给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网上 呃 我也看了 呃 好像现在教这个 音源使用的 不是也不是特别多啊 也有别人家做这个内容 啊 我觉得 有我一个多做一个 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嘛 啊 这个ADD鼓的使用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虽然它的音色啊 在我来看不是最好的 但是够用了 绝对够用啊 绝对够用 我在做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最大的困扰啊 就是不知道啊 去说什么 啊 如果你们想 比如说 哎 你想知道一个某个音源啊 他是怎么去使用的啊 呃 可以在下面给我留个言啊 就说哎 我想知道某某某这音源怎么使用 我用的不是很好 如果我懂啊 如果我也有啊 如果我经常使用啊 我就出一个这个视频出来 如果我没有啊 那就没办法去做这种视频嘛 和大家去分享 好吧 呃 那么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希望大家 我回来以后啊 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去支持 我们这个频道 我的微信呢 还是没有变啊 有任何问题 想咨询我的 可以去加一个微信 我们就当做一个朋友之间的一些聊天 好吧 我们就说到这边啊 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